日本九州公祈園 8月8日發生7.1級地震 當地氣象天使無前例發出巨大地震預警 警告日本東南部出現大地震的可能性提高 警示範圍包括大阪、和歌山、三重、靜岡地區 雖然地震預警在科學上有爭議 但是港府已經因為敢警惕港人 去日本旅行要留意 直接影響到旅遊保險包不包 保險業聯會指 旅遊保險包不包視乎保單細質 但是籠統而言 旅遊保險保障的界線 要視乎投保時件事是否已存在狀況 以8月8日地震為例 如果市民在地震發生之前已經買了保險 就會獲得保障 即是市民在一定時間內要出發去的目的地 位於震央附近而打算取消行程 可以向旅行社、航空公司或酒店撒取退款 如果仍有餘款 可以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 另一個情況是 受地震影響 而提早結束行程或行程延誤 旅遊保險亦可以發揮保障的作用 換而言之 地震發生之後 或者地震預警已經被廣泛報導之下 才買旅遊保險 雖然保單仍然有效 但是所有有關地震的損失 將不會受到保障 保聯建議市民在確定行程後就買保險 而不是臨出發之前 甚至上機之前才買 這就會有最大的保障 保聯補充 以存在狀況 適用於全章補單的所有項目 包括香港保安局發出的外遊警示 一般而言 如果屬於同一次事件的地震 如真 會被界定為已存在狀況 如果當地政府 界定為另一次事件的地震 就未必是為已存在狀況 你一直無事 我但是有的 你在我身上 你不需要 我受傷症 你不需要